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没开始为他们救治,我还能一走了之。但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我得去救治他们,不然很多人会因为没得到救治而亡去。 现在这种情况,我实在不忍心离开。 继续吧。 继续,经过这一番努力,现在已经可以同时治疗食人了。 白小姐,你怎么了?白小姐,你怎么了?白姑娘,你没事吧? 白小姐,你歇会儿吧? 是啊,白小姐,歇会儿吧,不要为了我们,连身体都不顾了。再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 还有一个时辰。 什么? 我没事,我还可以。 白小姐啊,休息会儿吧。 是啊,白小姐,你已经救出了很多了,歇会儿吧。 白小姐为了我们这几个陌生人,不幸做到如此,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白小姐,您歇会儿吧,白小姐,您就听我们的,休息会儿吧。 这样下去,你会坚持不住的。 我只要再多坚持一会儿,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救治。 一定要坚持住,我还可以。 姐姐! 白小姐,你怎么了? 姐姐! 白小姐! 白小姐! 我到极限了吗? 可恶,我好不甘心啊。 白姑娘啊,你不要有事啊。 白姑娘,你没事吧? 姐姐,怎么办?谁来救救姐姐? 姐姐! 露,露晨,求求你,救救舍下的人,不要让他们救死亡去。 我知道你有办法。 我到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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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萌珠,我问你,你不许付出如此代价去救治他们,你的善心就将从何而来。 啊? 从何而来? 我不知道,我只明白,他们现在需要我,我需要这样去做,只是我的本心。 本心嘛,很好。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你具有圣神的菩萨仙,当年清帝曾有半身具有死性,造我们天下无数苍生。 现在我问你,你愿不愿意跟随我,为了还与生灵,踏上一条无尽征战之路?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想问,跟随你,能不能拯救眼前这些人? 可以。 既然你能拯救眼前这些人,那我便跟随你。 很好,现在跟着我念。 人生万古皆有,何如作征魂? 人生万古皆有,何如作征魂? 身与名犹猎,无晓血无心。 身与名犹猎,无晓血无心。 前路茫茫不见人,但闻征战声,何惧鬼神道? 抛弃压征臣臣! 神器啊!白小姐出去活菩萨!白小姐醒生了! 白小姐万岁! 虚气乾坤暗,叱咤天地惊。 天降一聚白骨泪,洒向虚空,不求回。 虚气乾坤暗,叱咤天地惊。 天降一聚白骨泪,洒向虚空,不求回。 露晨,刚才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悲壮的画面。 一条征战之路上,无数人为了一个目标,哪怕身影倒下,不顾一切愤然前进。 他们很多人倒在了那条路上,再也无法返回。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看到这些。 白蒙猪,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那种宏大的,不可言语的场景,只有赤子之心的人才能看到。 这是一首战歌吗?我白家仙祖白元,也曾经跟随你战斗过,是吗? 这是一首战歌吗?我白家仙祖白元,也曾经跟随你战斗过,是吗? 不错,白元每次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是里面最振奋的歌,他唱的战歌最嘹亮。 这首战歌,曾经是由一个拥有着声音体的小字而创作。 后来他修为大成,成为了一代前帝。 现在这首战歌,已经远远超越了歌的层次。 斗志昂扬,一往无浅,在征战之路上曾被无数人唱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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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吗? 是吗? 我们还活着! 快看到! 菩萨显灵了! 是菩萨救了我们! 是菩萨救了我们! 感谢! 女菩萨 是啊 女菩萨下凡了 多谢女菩萨 再见女菩萨 再见女菩萨 这是 好温暖的感觉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手 圣手已成 觉醒圣手菩萨像的条件 极其苛刻 首先自身保持赤子之心 心地纯凉 其次拥有绝佳的悟性 和坚韧不拔的心智 最后则是受到万人一哨 痛人发自心底的感恩 汲取生灵信仰 谢谢班长姐 我们会为你建造生死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大恩 送到这里就行了 大家都回去吧 走了 来了 露晨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你现在感觉如何 因为我天生与道亲和 自此没有什么太过特别的感觉 以前我感觉四周都是道的气息 弥漫在四面八方 无处不在 仿佛让我置身于迷雾之中 但现在 我似乎感觉自己走上了一条大道之路 前方突然有了目的地一般 你感觉的没错 你确实找到了自己的路 只是前路漫长 你的大道之路比别人更艰难 当年青帝也只是走了一半 觉醒了一只圣手 最后不得不以万古青天一根竹破茧成帝 我希望你能做到青帝不曾做到的事情 做到青帝也不能做到的事情 大地水准的人 都只能留下遗憾地走了一半 觉醒了一只圣手 要我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 你不是在说笑吧 只有这样 你才能在战路上 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无数人会依你而生 路晨 这就是林之城 距离飞扬仙门不远了 五年一次的枝兰盛会 就是在此举办 枝兰盛会 做什么的 枝兰盛会是东南主域 年轻一代的盛会 没到这个时候 大家会在此坐而论道 增长见闻 兄台此言差异 你有何高见呀 除了论道增长见闻之外 当然还有情色相合之事 原来是个大型相亲聚会 快看 是三头圣狮子 里面坐着的是天狱神子 这次智兰盛会盛况空前啊 没想到天狱神子也来了 这又是谁 好大的排场 这是日月神朝的明皇子 明皇子在日月神朝 百名皇子中独占殴头 据说可以成为下一代古华 陆尘 如果你不喜欢这里 我们直接前往飞扬仙门吧 枝兰盛会你不参加了 之前想参加盛会 是为了白家 但现在白家之危已解 参加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急 我需要去取些东西 又要取东西 是他 李姑娘 怎么了 明皇子 没什么 只是见到了一个熟人 看姑娘的表情 应该是敌人吧 此人曾经轻薄过我 没想到 在这里见到了 竟有此事 既然这样 岂能放过此子 算了 这兰盛会已经开始了 别耽误了明皇子的大事 此人不过是一只凡人的苍蝇罢了 不劳明皇子费心 阿大 阿二 属下在 去了解此人 是 阿大阿二办事 本皇子放心 多谢明皇子 那人是 皇子 怎么了 没什么 应该是我看错了 白夜小姐是芝兰圣会的主角 怎么会在大街上随便的光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陆尘 我感觉有些怪怪的 好像有人跟踪 是我感觉错了吗 你感觉没错 来了 哪里来了 竟然被你发现了 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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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不赖吗 你竟然察觉到了我的公鸡 好诡异的公鸡 你们是日月神朝的人 好诡异的公鸡 你们是日月神朝的人 既然被你们知道了 陆尘 那就更不能留你们了 阿尔 动手 鬼鬼祟祟 这 不过两只蝼蚁而已 什么 不要啊 这 这不可能 什么 是你想 秀 接下来 和轮到你们了 不要过来 我是明皇子的人 你要是敢动我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是明皇子来了 我也照展不悟 此人究竟什么来头 我根本看不出来深险 退 留下他 是 你一个弱女子 让我的路滚开 你 我竟然轻松击败他了 丑 拒去一个女子 怎会这般强 你们灭了我 明皇子 会为我 报仇的 我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厉害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便是圣守菩萨 这只是圣守菩萨境 所体现出来的冰山一角 待境界大成之后 一武至尊 露晨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点 以前叫百层仙台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百层仙台 你要去那干嘛 你知道此处 我当然知道 每一届的枝蓝盛会 就在此地举行的 此时就该好好享受享受 来来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寿原宗圣子 不知阁下为何闷闷不乐 而在此一人独隐呢 我一路听说圣子去找白小姐了 可为何不见白小姐人呢 白梦珠这次 不会来参加枝蓝盛会了 可恶 梦珠恐怕现在还和那陆陈在一起 又怎么会来枝蓝盛会 白小姐怎么能突然不来参加枝蓝盛会了呢 我可是专程为了听她讲道才来的 什么 白小姐不来了 是啊 这白小姐怎么不来了 没想到白梦珠竟然不来了 这倒有些出乎本神子的意料了 本神子这次可是打算和白小姐成情色之好 在这百层仙台之上 汇聚了众多文人雅客和名门望族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白梦珠而来 或是为了聆听她讲解大道制度 抑或是因为欺慕她而来 而本皇子有你李软指就足够了 皇子对我如此厚爱 原只受宠若惊了 皇子喝酒 明皇子是我俘虏过的最强的男人 我李软指有你也足够了 白梦珠可在 这是谁啊 不知道 不过看她身榻采放不是寻常大教的任务 我家采渊仙子听闻此处有枝蓝盛会 又听闻白梦珠此人天生与大道亲和 恰巧我家仙子乃是仙天道体 特意前来一会 仙天道体 这可是大帝才拥有过的特殊体质 这世上资质卓绝之人本就万里挑一 而拥有大帝体质的就更如凤毛麟角般了 仙天道体就是大道亲子 论与大道的亲和力 恐怕不弱于白小姐了 白小姐虽然对大道的感悟无人能及 应该还无法与仙天道体相提并论 采渊仙子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大道之力来看 莫非就是道圣宗挑选出来的新一代传人 不错 我家仙子正是这一代道圣宗传人 什么 竟然是道圣宗 了不得啊 道圣宗 这可是一个极其古老的门牌 门牌人员极少 被称为以外单传也不为过 据说每一代的道圣宗的传人 都是仙天道体 同辈之中难以匹敌的存在 哼 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香巴佬 你们还是把道圣宗想的太简单了 相传 每一代道圣宗传人出世 那就意味着 在不久后的将来 将有大事要发生 我说的对不对 采渊仙子 天玉神子说的不错 采渊仙子 你这次出来 这个世上有何事将要发生 告诉你们也无妨 在不久之后 众生之门将要出世了 众生之门 众生之门是什么呀 此话当真 采渊仙子可知道 众生之门会出现在何处 飞扬仙门 没想到时隔这么久 百层仙台 还是如当年一般 丝毫未变 这百层仙台 虽然是天脉东南主义的圣地 但它除了材质无比坚硬 难以破坏以外 并未显露过什么机缘 神迹 所以只被当作一个聚会游乐之所 它 有何来历 当年的陆神之战 便是从这里开始 百层仙台沐浴过神血 昏噬过神谷 烙印过神魂 哦 陆神之战 上去吧 明皇子 众生之门是什么 众生之门是造化万千所在 传说万物生灵 就是从众生之门中孕育而出 如果能进入这众生之门里面 能获得无穷机缘 关于众生之门的信息 我也只是从日月神潮中的古老典籍中得知一二 其中 并没有详细记载有关众生之门的其他信息 我是听说白梦珠的大名故而前来 江湖中 都说他是东南主域最倾道之人 本想和他作而论道 没想到他竟然不在 既然这场盛会没有主角了 那本仙子就先走了 圣子 白小姐为何没来 说来话长啊 本圣子曾经邀请白梦珠一同前来 奈何梦珠被恶徒歹人所要挟 纵然有意也无法前来 本圣子也很遗憾 什么 白小姐被人要挟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干出这等犯皱弄之事 真是极有此理 圣子 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仗着自己对白家有些许恩情 被梦珠呼来喝去 给他端茶倒水 当下人一般使唤 现在梦珠恐怕还在一个破村子里 被强行要求这位一群村民看病 可恶啊 天下竟然还有这种无耻之人 真是气煞为眼 我们的女神被这样对的 别让我看到她 否则我必会出手 教训那此人哭爹喊娘 圣子 她行事这般引起众怒 这人兴神名神 我这就去找她算账 此人叫陆辰 什么 陆辰 怎么了圆芷 你难道认识此人 明皇子 在之前的时候 你让阿大和阿尔灭的那个人 便是陆辰 是吗 那还真是巧了 这陆辰真是人人得而诛之啊 怎么 难道明皇子也知道此人 圣子 实不相瞒 陆辰此人 曾经轻薄过我身边这位李姑娘 就在刚才 此则已经被本皇子所斩 早已成为刀下王魂了 果真如此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陆辰可不是泛泛之辈 圣子放心 我派去的是日月神朝的无影剑客 身心无影无踪 灭人于无形之中 被他俩盯上的家伙无一幸免 这陆辰绝对活不下来 是吗 诶 这是 白小姐 白小姐竟然来了 陆辰 你居然没事 阿达阿尔呢 那俩傻货吗 被我灭了 你说什么 没想到 这陆辰竟然能在两位无影剑客的手上活了下来 那样的人 真是废物 此人就是那个十恶不顺的陆辰 这种无止之人 还敢出现在支蓝圣会 白小姐 我替你假的这个小人 圣子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对大家说了什么 孟主 我是为了你好 他对你呼来喝去的 实在是这陆辰 住嘴 从今日起 你我之间的那点同辈之情 一刀两断 什么 可恶 和孟主多年来交集 还不如一个相识不久的小子 都怪这陆辰 陆辰 本皇子看你平平无奇 就凭你也能是无影剑客的对手 你给我如实说来 是不是你使了什么卑鄙的手段按锁了阿达儿 什么 这陆辰妹妹也太嚣张了 竟然在当中打脸明皇子 这下好了 得罪了明皇子 他真是自寻死路啊 你敢对本皇子动手 我动手了又怎样 你算什么东西 我为何不敢 很好 我以为我已经够嚣张了 没想到你竟然比本皇子都要嚣张 小子你找命 大人神掌 陆辰你小心啊 雕虫小技 给我挠痒痒都不够格 你无需担心 忘了 我住手 白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明皇子 请自重 白小姐的修为提升了好多啊 看样子 应该有了硬扛明皇子的实力了 的确 白小姐之前修为并不高 只是道行高而已 现在两人恐怕不相上下 白梦珠 你让开 再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皇子 此事是你有错在先 你若再敢动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 是你逼我的 神朝不可容 这是明皇子的血脉灵兽 是月神朝的皇族子弟 都会觉醒血脉灵兽 而明皇子觉醒的血脉灵兽 最强的 是传说中的三头狮王 等我整灵 那就放了 过来吧 这里打得这么热闹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残缘仙子 你干什么 大家伙 给本仙子乖乖睡一下 快睡吧 这是 日月神教的顶级血脉灵兽 就这样 对训得服服帖帖 明皇子的血脉灵兽 是凝聚于天地之间 能和血脉灵兽沟通 只有对大道极深领悟的人才可以 采缘仙子 不愧是先天道体 刚才的情况 还远不止如此 我能感受到 我和我的血脉灵兽三头狮王 进阶了一些 变得更强了 采缘仙子 果然好手段 好一个采缘仙子 这种对道的领悟 简直匪夷所思啊 看这样子 采缘仙子恐怕比白小姐 更亲和大道 明皇子 既然这位白小姐来了 不如给本仙子一个面子 暂时停止争斗 让我和白小姐坐而乱道 如何 可 既然采缘仙子开口相求 我就给采缘仙子这个面子 我便等你们论到完毕 再来收拾陆成赐子 白小姐 我此番专程为你而来 不知可否与本仙子切磋一番 抱歉采缘仙子 我现在并不想和你切磋 难得在这里见到白小姐 又恰逢着难得一次的知蓝盛会 你我论到一番 岂不是一桩美谈 抱歉 我还有事 没空 陆成 抓紧做我们的事情吧 别为这种无聊的事情在这浪费时间了 白小姐 你这么急着走 难道你怕输给我 如果是这样 那我没办法了 你当我没说吧 我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白梦珠 居然惧怕和本仙子乱道 白梦珠 往界甚会乱道 人人都把你吹捧得如天神下凡一般 今日本仙子刻意前来 但见你如此怯懦 终是让我有些失望 不会吧 白小姐这事便想认输了 不应该啊 难道是真如白小姐所说 是有要事脱不开身 白小姐窃战有些令人失望 现在踩云仙子才是我的偶像 我的白小姐可是我的偶像啊 看到了吗 白小姐好像不敢比啊 别瞎说 白小姐只是不想比 嘿嘿嘿 现在看来 我觉得还是彩月仙子厉害 这就对了 没错 人有些多了 如果要做我们做的事情的话 还需要一些准备 好 准备 你还要准备什么 清朝 今日来的都是大教圣地的天教 若是把他们给清朝了 我觉得 恐怕有些困难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困难的话 就把他们打跑 那个谁 那个叫什么仙子的小丫头 过来 什么 你竟然敢对我忽然何惧 这件事情我给他做主了 白梦珠可以和你轮道 抓紧吧 我赶时间 顿完道 带着他们赶紧走 别来打扰我们 岂有此理 哪里来的狂徒 大胆 哪来的无理之人 竟敢对仙子不敬 算了 只不过是一个无知之徒罢了 既然白梦珠愿意和本仙子比试 本仙子就先不和他计较 是 仙子 白梦珠 准备好了吗 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你想怎么比 很简单 既然你天生语道清和 那就看看你我二人 究竟谁对大道更清和 可以 那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赶握大道 不用这么麻烦了 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还要清场 赶时间 凭你的口气 看来你有过小的把握 既然如此 希望说了今后 能让你想起的道理 大道革命 天哪 居然产生了大道霞光 没想到这彩云仙子 年纪轻轻 竟然能激发起 如此雄黄的大道之力啊 白梦珠如何 本仙子的这一手大道和名 既然如此 我也不客气了 白梦珠啊白梦珠 还以为你有什么不得了的大道之法呢 就这儿 那可太遗憾了 如果仅仅只是如此的话 看来我确实高看你了 这和你的盛名不符 我的天哪 好耀眼 好强的大道之光 我的眼睛 啊 啊 这 白小姐和残余仙子一别 怎么大道如此稀薄 难道是身边那个歹人 没让他吃饭吗 啊 这就是今天到底的恐怖之处吗 白小姐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白梦珠 这 这是 怎么可能 啊 白小姐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凭空出现了一条玄妙的道路啊 之前听白小姐讲到 我 从未出现过如此场景 何者是 白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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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开启了大道之路 你拿什么和我给你 白小姐 还是多亏了陆辰 是她在多摩村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今日 才能顺利开启大道之路 可恶 我仙天道体都未开启大道之路 他是怎么做到的 哇 哇 好神奇啊 居然开启了大道之路 白小姐 你算得上是古往进来第一人了吧 这是 这是 是你我手法 好美 好舒服 这些是无比精神的大道法则 是啊 太神奇了 这些能量进入我身体后 却如毛色断开一番 突然迷雾了很多修行上的不解之处 这大道法则 可要比之前的大道之力高深千万倍 没想到白小姐 直接碾压战胜了仙天道体 何止是碾压呀 简直是把仙天道体 按在光滑的地板上摩擦 彩渊仙子 你只是迷雾了一些大道治理而已 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你服不服 我承认我输了 但是我不服 来 接着比 我们接下来进行论道 彩渊仙子 你已经输了 按照之前的约定 你现在该离开了 你归为仙子 应该不会言而无信吧 就此作罢 不行 你想让我离开 除非你跟我再比一场 我没那么多时间 我没那么多时间 再说了 我修行此道 又不是专门为了和谁比个高下 不比 仙子 请你自重 已经结束了 白梦珠 本仙子不服 凭什么你能赢我 原来仙天道体 仙天道体更是大道亲子 根本不可能有人比我更亲和大道 所以 这第二回比试 乱道 本仙子把话放在这儿 今天你想比也得比 你不想比也得比 小丫头 为人行事 心境无争 方能秀得公餐造化 切莫要纠缠 听我一句劝 你现在就该老老实实怨斗胡诛 你该走了 你在叽叽喳喳的说什么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我在和白梦珠说话 你如若再不听话 那我就要惩罚你了 凤子 哪里来的你 敢敢对仙子无礼 尽管天人仙子 不能留 我要替仙子教训你 小伙都这么不听话 放了 没想到 此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竟然这么强 可恶 当这本仙子的面打伤我下人 真是岂有此理 本仙子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啊 什么 已经敢占本仙子的便宜 放开我 罢了 人想只是教训你一下 好让你长长记性 现在看来 你是自寻坚落 凤子 这是大道之力中的毁灭之力 纯粹掉对吧 是毁灭之力 根本防无可防 只能到心中的人 才能支斩 这小子有些本事 但在毁灭之力的攻击下 他尸骨难存 因为 这是最无险的本人攻击 真是活该啊 这就是狂徒的下场 哼 至今还没有人能在这一季中 安然无恙地活下来 白梦珠 刚才那个无理之徒 现在已经被本仙子灭了 继续吧 现在没人打扰我们 接下来 该乱到了 臭丫头 弄够了吗 什么 死人挨了我这状 居然活了下来 怎么可能 我得你也知道 居然对她毫无作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 恐怕就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 死人挨了我这状 居然活了下来 怎么可能 我得你也知道 居然对她毫无作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 恐怕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你也知道的毁灭之力 根本没有攻击她 你想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快放开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惩罚你的人 老实点 不听话就要挨打 你这个无理之人 你敢 那你觉得我敢还是不敢 可恶 可恶 你这混蛋 放给我住手 听到没有 什么 这大人居然真的敢对采原仙子下手 他竟然这么用 不要命了 不知道他背后的势力吗 要是被背后的那些大人物知道了 就算有十条命也不够送的呀 啊 这家伙 竟然敢当众让采原仙子出手 我不是看花眼了吧 这真的是不要命了 牛人啊 这种场面我想都不敢想 简直太了不起了 这次吃来生会来的吃 是啊是啊 你 你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后的家伙 竟敢如此冒犯本仙子 道圣宗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把你绑起来临时冲军 你 你无耻 当众打采原仙子屁股 这 这也太疯狂了 这家伙疯了吧 那可是道圣宗的唯一传人 背后的那些老家伙 怎么能容忍得了 未来道圣宗掌门被一无名小辈 如此欺负啊 陆辰 在本神子面前你休得放肆 你好大的胆子 赶紧停手 我再说一遍 你现在到底走不走 这可恶的家伙 我凡是一地啊 没被打够 还想多挨几下 你走不走 等一下 总算很走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走 我现在就走 陆辰 几时不会晚 我道圣宗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小丫头 要不是看在道姑子的分上 就凭你对我的冒犯 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了 你 你认识我师父 我 现在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我要清场了 走就走 等着强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报这个仇 先离开这里 你这个无耻匪类 一来居然敢对仙子不敬 二来 你这是破坏知蓝神会 陆辰 你摊上大事了 你等着被活寡吧 那又如何 我难道做什么都必须得先经过你同意吗 你算那根葱 你 陆辰 本神子刚才让你入手 你是耳朵聋了 没听见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话说你又是什么东西 也配命令我 你 可恶 你这家伙狂的没边儿了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明皇子 天日神子 此人要歇白小警 侮辱采渊仙子 实在可恶 不可轻饶啊 知蓝神会被他搅得一塌糊涂 逼了他 怎能干出这等人神共粉之事 还这么嚣张 我都看不下去了 逼了他 对 绝不能轻饶此人 陆辰 现在这里的每个人 都恨不得把你给错骨扬灰 这样吧 你也别说我们仗势欺人 知蓝神会历来有鄙视 闻出法随的传统 之前白小姐和采渊仙子比完了 那现在我们也来比一比 如何 你赢了我们对刚才发生的事既往不就 你若是输了 就别怪我们无情了 可以 这样我也正好省事了 把你们一起清仇 可恶 这家伙到这时候了 还大眼不散 既然如此 本皇子先来领教你的高招 我可忙 不用浪费这个时间了 你们几个就一起上吧 这家伙 还真是狂的没边了 冰皇子 我早就看不过他了 不用您出手 我来修饰这狂徒 斩 去 咋回事 竟然没给他造成一丁点伤害 这怎么可能 咋回事 竟然没给他造成一丁点伤害 这怎么可能 好 文处法随 是修饰凝聚自身大道感悟 再通过口中所言 使之实体化 而做出的大道攻击 此攻击 必不可避 可这路程 就一直是站在那里 根本没做任何动作 奇怪 在结合之前 我师长出来的孽之道来看 为什么我感觉 大道似乎 并不攻击此人 这种情况 此前从未见到过 我的大道 怎么对他没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费兰 我还骗着不进了 会打不到你 滚 啊 啊 啊 什么 请一下就被秒了 竟然出口成文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这路程绝不简单 不简单又如何 在本皇子眼中 他早已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陆辰 你待会儿可别哭着喊着 求我饶你一命 本皇子可不会手下留情 那么 灭 对付你 简直是小菜野 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好强的威士 一股强悍的毁灭气息 您皇子不愧是日月神朝的最强皇子 这个面子已出万物俱灭 看来明皇子这是铁定的想要陆辰的命啊 不过这也是他自找的 对 陆辰这死我也看不惯他 我若不是因为打不过 我早出手了 哦 怎么可能 我的蜜子菊 为什么被他这样轻而易举的就给破除了 本来还想着忙完了这里的事情在找你 既然你跳了出来 那现在 就该好好算算你我之间的账呢 混账 就凭你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可是日月神朝皇子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拿你怎么样 只是灭了你而已 给我灭 好恐怖的一剑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什么 这股霸道的力量 尸体快又不听使唤了 明皇子 快跑 不好 快逃 逃 你觉得你现在逃得了吗 灭 不要啊 陆辰 现在又是敢动我一根寒冒 日月神朝不会放过你的 定会把你罪尸万段 有老夫在 皇子不必惊慌 帮主 救我 身为神朝皇子 怎能这般狼狈 这尘何体统 大胆 哪来的狂妄之徒 竟敢动我日月神朝的人 我现在命令里 立刻停止攻击 十步一叩首 来我日月神朝赔罪 否则 休怪老夫以大计晓 哼 上我十步一叩首 就你也配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小游 刚才是老夫言语过重了 当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万事可商量 还请停手 哼 你说停手就停手 我现在就想灭了他 没得商量 不不不 救我 小辈 你敢 日月神朝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 发生了什么 我眼睛没花吧 天哪 这陆辰 居然干掉了明皇子 真有好大的胆子 他这样干 难道不怕日月神朝的报复吗 可恶至极 可恶至极 小子 你敢敢变那明皇子 日月神朝 定会将你天堂 啊 怎么会这样 我这次辛辛苦苦 才找到的男人 竟然又被你给 鲁城 一而再再而三 坏我的好事 这个因果 我们算是结象了 我跟你没完 凡人的苍蝇 这次跑得倒挺快 好了 他们的事都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 该你们了 现在还有谁不想离开的 那就站出来 我可以送你们离开 陆尘 你可知 既然你如此大闹之蓝盛灰的这些举动 是和整个天脉东南主义的天教为敌 就不怕惹祸上身吧 那又如何 可恶 这家伙是比自己有兔子心 才可如此出话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这么嚣张的 我也忍不了 一起出手 拿下他 不错 既然是他让我等一起出手 那我们就成全他 说得对 我们人这么多 一起上都能把他压扁 诸位 此次如此猖狂 已经犯了重怒 我们就替天行道 把他给正反了 大家替我号令 一起攻击 这陆尘 处处跟我作对 女女换我好事 此前碍于白亡中的面子 一直无法教训他 现在居然送上门来 哼 正好借此机会 除掉他 好 我们就听上子的 可是上子帮我们 还怕打不坏这个狂妄之徒 我们一起出手 这次非要让这个狂妄之人 付出代价不可 天狱神子 你我连手把他灭了 如何 此人狂的没变 不过 倒也有几分实力 虽然本神子很想单独击败此人 但奈何他的行为 我实在恨得牙根痒痒 那便按照圣子所说 中 抓 县 臀 振 好不好 現在该轮到本神子了 走 此战 本神子绝对要押绕对 academy 只要把他给击败了 这样白猛猪才会被本圣子不惑 天狱神子刀子 走向 好似正如一把利刃一把 看来天狱神子的文处法随 已经修炼到了更高的境界 对 此子所作所为 人神共分 现在随本圣子一起捉灭此子 陆尘 无妨 小道而已 拨置言语间 便让他们消失于无形 收 什么 我倒了 属然全被他给吸进出来 天哪 这是什么神通 这 不可思议 他这是怎么做到的 清肠 这是何等的修为 只是一击 便把所有人击落百层仙台 这陆尘 看来是个狠角色 百层仙台十万年来不滚不灭 皆因百层仙台沐浴过神血 吞噬过神苦 烙印过神魂 正因为这成百上千神灵之力的汇聚 所以仙台内部 蕴含着那些陨落之神的巨大能量 败了 我们竟然都败了 今天买东南主义所有天教的遗迹 都被这家伙 如此轻而易举地给化解掉了 可恶 怎么会是这种结果 本身子不甘心呢 不仅如此 那家伙仅凭一招 就让我们遭受如此重创 难道东南主义这么多天教 竟然还比不过他一人 看来 我是打不过他了 这陆尘真的是太可恨了 竟敢如此对待本仙子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打了响的 自然要叫老的 师父摇出来 替我找回场子 师父师父 能听得到吗 你最听话最乖的徒弟 来有事找你来了 平日没给我惹祸就谢天谢地了 怎么 今日难得你主动来找维师 是不是在外头给我惹祸了 不是的师父 这次是真有人欺负你徒弟 需要你老人家出马 请我教训那人 自己惹出来的事情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维师现在没空 师父 你就帮帮弟子嘛 你难道忍心 看你弟子受欺负吗 而且那家伙很厉害 我真打不过 打不过是你的事 是你自己没出息 是你自己没出息 你来找我干嘛 维师平时教导你要刻苦修炼 不要与人攀比 你虽天资卓越 但要时刻谨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下好了 吃大亏了 何时师父 被打得自然是我 但是丢的 却是师父你的脸啊 师父你看 打我的就是他 性格傲慢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还敢动手打我的屁股 这不能忍啊 这种狂妄无理之族 必须要给他点教训才行 什么 这是 这难道 这是 师父 看到了吧 这就是那个丝毫不把你放在眼里的狂妄之徒 这人叫陆尘 好像还知道你 没想到时隔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能再见到你 师父 怎么了你 都是说话呀 到底答不答应 等着我 我马上过去 我马上过去 陆尘 这下你完了 等我师父来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怎么嚣张 这家伙 他的实力 本神子竟然摸不透 看来并不是等闲之辈 圣子啊 之前你与他曾有过些许交集 你可知 这陆尘 此人是何背景 据我所知 此人没有任何背景 修为看上去也是平平无奇 只是 有些奇异之处罢了 神子 今日 让我等天迈东南之语 一众天交丢见脸面 此事不能这么算了 这家伙 让本神子如此狼狈不堪 自然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过 现在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 本神子要先回去 把众生之门 将要出事的消息传回去 开 这是 这座仙台 存在了这么久远 没想到 这底部居然还另有空间 走 进去 什么 进里面去 下面这个地方 你刚打开 那就贸然进去 你不怕有什么危险吗 路晨 不知为何 我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 这下面 我能感觉里面 似乎有什么大恐怖存在 你这人 又是我行我素 任由这性子乱来 没想到 这仙台之内 居然另成一片空间 露晨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这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来了 天际玄黄 宇宙洪荒 纵是超出六岛轮回 也难朝这天际之动荡 一切宽宿生灵 皆为尘埃 这庞然大物 究竟是什么东西 给人一种好奇怪的感觉 这铺天盖地的威压 压得我竟有些喘不过气了 它的身上 似乎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力量 似乎 是另一种吧 这就是陆神之战中的神 你蠢的白人不却亮臂 妄想对抗神 还以终交换为一徒 昔日 我以仙台为阵布局于此 那一战的神纷纷雨落之后 他们的骨 血 肉 都洒落在这仙台大阵之上 在这慢慢的时间长河中 这些残骸都融入了百层仙台 化为神力 因此 百层仙台才没屹立数万年 迟至今日 我当年不想的鱼 现在终于派上了幽城 我便用这里的神力 解开第三道天赋 这是为啥 这是 天赋 没想到你就是那个 这是让人意外 我会重来多小次 终将是万 我绝了数万年 前来百层仙台 只为当年陆尘布的一个局 只是为利用这里的神力 破开那个什么天锁 时间越长 变数越多 就连大道都不可能推演得如此精准 他却能精准到这种地步 这陆尘 当真是恐怖如斯 现在困住我的第三道天锁一段 天下神通 我信守拈来 现在困住我的第三道天锁一段 天下神通 我信守拈来 这人发生了疼 怎么回事啊 你信守到他了 不知道啊 光球还好好的 为什么关键就这样了 来自天台 只说人在了无数年 各种毁天天一大灾难 都无法将其摔毁 垂石坚固 这活人 怎会坍塌 造成的路程有关 收 吃了吗 这不太好吧 这不明来历的东西能吃吗 万一吃出个什么事情 路程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好东西 一吃了就知道了 好 那我就听你的 毕竟你不会害我 这是 这真正是什么执行 我精纯澎湃的能力 我的身体 救命啊 存在了上半年之久的百层仙台 今日彻底塌了 百层仙台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 那路程和白小姐呢 路程 你这个狂妄之徒 处处跟我作对 你最好 使给我远命在里面 这是 这是 超乏 路程 我跨入超乏了 太棒了 现在这个年龄跨入超乏 我想都不敢想 这只是小场面 不要太激动 再说了 一味神的能量被你吸收 跨入超乏是正常操作 没跨入超乏才奇怪 没想到 我父亲耗费了大半生 历经各种劫难 甚至差点付出生命为代价 才跨入的超乏 而我 却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进入了超乏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路程 谢谢你 路程 你这个混账 今日只如我记下了 我必会把你 给随时万断 走吧 去飞扬先买 这四当众斩皇子 并一己之力碾压众天骄 自今日时 这路程之名 恐怕正要传遍整个天脉东南主义 我的妈呀 这天脉东南主义太大了 这可让我上哪儿找路程去 这跋山涉水的 到底何时是个头啊 好累啊 鬼都快要走断了 这下可别人没找到 我自己就得劳累而亡 还是歇会儿吧 不住也真是的 不知道从哪儿打探来的小道消息 听说了路程来了主狱 非说路程在主狱将会获得更大的机缘 让我也跟我来追死他 说什么来沾一沾他的光 这主狱这么大 这得找到猴年马月啊 他又不会破天荒的蹭的一下就出现在我跟前 这 这不是为难我白云虎吗 什么东西啊 真不愧是主狱啊 轻马拉车 好大的排场 这肯定又是哪方不得了的势力吧 找 你我仔细找 不要放过我一处角落 哪怕是给我决定奔驰 你得给我找出来 小小这死竟敢得罪我日月神朝 找到后 我非把他扒皮抽筋 即使是乌马分尸 也难惜我心中怒火 此能血海神兆孤报 老夫势不为人 日月神朝 这可是个大江国 江国一下子出动这么多人马 从那老者骂骂咧咧的样子看来 应该是在找人寻仇 正好走了几天无聊吐了 好不容易遇到有意思的事情 这种热闹可是百年难得一见呢 遇上了可不能错过 开场就看看 不知道会是哪个倒霉弹备如此寻仇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去啊 这些天马的速度 卓是非同一半 没想到跟着跟着 竟然跟丢了 这 这不是 陆尘 没想到居然歪打正着 真是太好了 这下终于给扶主 有的交代了 白云虎 你怎么来了 陆尘 没想到居然歪打正着 真是太好了 这下终于给扶主有的交代了 白云虎 你怎么来了 我肯定是来找你的呀 这一路上跋山涉水的 在这硕大的天脉东南主域找你 寻思着 这得找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没想到瞎猫碰耗子 就正好碰上你了 我家扶主跟我说 你来了这儿 就想让我再跟你换一段时间 哦对了 陆尘 你有没有看到 刚才那些日语神朝的天马神兵飞舞 这么大阵场 我感觉啊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 看到了 看到了就一起啊 赶紧一起去看看热闹 走啊走啊 这等神朝将国的大规模行动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等热闹 可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 而且啊 这场面肯定不同寻常 感觉啊 像是在寻仇 不知道哪个傻货 要倒大霉了 不用了 在此等着就行 啥不用了 好不容易碰到这出好戏 可不能错过 走吧走吧 去完了 他们就走远了 走不远的 不出片刻 他们马上就会来到此地 来此地 这是为何 露城 你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在找的人 就是我 哦 你傻 找到了 快来 他在这儿 好小子 可算找到了 这下 看你往哪跑 快去禀告老祖 已经找到了这个狂妄之徒 先下去围困住他 别让这个狂徒溜了 等老祖过来了 把他活垮了 我去 怎么一下子就突然这么多人 之前见到的好像没这么多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你对日月神朝做了什么 他们怎么派出这么多人来围剿你啊 没什么 就是斩了他们的一位皇子 斩 斩了一位皇子 你怎么敢的 跑到人家的地盘上也就算了 你还敢灭了人家一位皇子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到了主狱 你还这么能惹事 早知道我就不来找你 躺着趟浑水了 请 请问 我现在总还来得及吗 陆辰 志来圣会 自你灭我日月神朝明皇子开始 你就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我等众多高手在此 今日你插翅难逃 是你们插翅难逃 大胆 狂恐小二 竟如此宽望 日月神尉 速速灭掉死子 这些日月神尉 看起来不是好惹的呀 感觉每一个都比我修为高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这些日月神尉的身份 都是日月神朝的皇子 哥哥都是从战争队里走出来的 是日月神朝最强大的战力 不容小觑 先手印 欧陈 小心 可恶 怎么会这样 人实力何等恐怖 救命 你这个怪物 快跑 太可怕了 这 这是何等场面 何等神通啊 路晨什么时候获得了这么凶悍的神通 你难道跨入超凡了 可恶 一招灭我日月神朝十八名皇子 不可饶恕 去 本皇子来 皇兵 陆尘 这两人手中拿着的 是圣兵之上 仅次于帝兵的皇兵 小心 皇兵 一出手竟然就是皇兵 不怕云虎这辈子 连圣兵都未见过 两位皇子 诛灭此贼 为诸位皇子报仇血恨 继致皇兵 还不束手就行 皇兵 那就是个笑话 我看你才是个笑话 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今日让你见识一下 皇兵的威能 陆尘 不知道你实力很牛 那你也别硬挡啊 那是皇兵 实力非同一半 快躲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被他躲开了 我们的河妻 竟然没有伤到他一丝一行 斩 独自掉地 什么 这小子的皮肤怎么这么强 就连天王云铁打造的皇兵 居然也断了 不可能 我去 鹰汉皇兵 这还是人吗 牧山 你是怪物吗 我去 鹰汉皇兵 这还是人吗 牧山 你是怪物吗 日月神潮 所有人都该灭 不 可恶 你不但斩了名皇子 竟然又斩了名皇子之后 最优秀的两位皇子 你怎能如此胆大包天 今日 你必亡 日月神潮 当年名为日月门 不过是一群萧小鼠辈 背信七亿只头发了 既然是这样 灭绝了又如何 大胆狂徒 敢胡言乱语 祝我日月神潮 写之无法无天 今日我们俩只能活一个 小子 辣妹来吧 不 王的必定是你 神封 不 不 我是原神潮 不会放过你的 我虽然已经解开第三道天词 天下神通信手拈来 但受建于七道天词的束缚 还是无法发挥出真正的神通大树 刚才这是 神通 我已踏入超凡 超凡怎么可能使用如此恐怖的神通 这绝不是一个超凡可以做到的 陆长白 你快想了 简直是我的偶像啊 请收下我的膝盖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从今往后 我愿意做你的狗腿子 叔父这里我不想回去了 我只求能一直跟随在偶像身边 一心为偶像服务 顺便教我一两个像这样厉害的神通 我就心满意足了 白云虎 你来得也正好 我刚好有个任务需要交给你去办 能不能行 一定行 先不管什么任务 我一定尽心尽力 陆下您请说 我保证完成 回东南之狱 陆下啊 我刚来了又回去啊 我这次可好不容易找到你呢 能不能不回去啊 我还想学神 不 我还想好好跟在大佬身边 长长见识呢 去不去 去 大佬要我干啥 我就干啥 大佬就算让我上刀山下游过 我都不带眨眼的 对偶像这样死刑法地 无条件服从 我可是孤枉京兰的第一人呢 敬酒不吃吃法酒 云出人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就范 不然就别够心狠手辣了 你们当初把我扔下非洲的时候 可曾想到有今天的下场 此等大树 我还苦于没地方报仇 本以为就此成为遗憾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正好你们也进入了飞扬仙门 这是老天爷在给我这个机会啊 飞扬仙门门规 禁止弟子之间自相残害 黄姬 你敢违反门规 不怕将来受到制裁吗 怕 本少爷若是怕 就不会干今天这种事 再说了 我爸是黄刚 这小小的门规算什么 门规是用来束缚 你们这些老实本分的人的 我不说门规了 谁又能把我抬呀 现在你俩倒不如乖乖从了本公子 把本公子伺候得高兴了 我兴许可以饶你们了 不然 别管本公子落手摧花 可就不好受了 我大合同虽不是什么大门派 但也不是是个人就能欺辱的 宁可战魔 我也不会退缩半步 清平妹子 一起上吧 和他们拼了 好 到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敢反抗 不是好歹 既然你们不肯乖乖束手就擒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还请刘师兄出手 不自量力 不好 清平 小丫头 看招 此人锋力不在你我之下 清平 快躲开 你不要住手 没想到这娇弱的小妮子 居然有点实力 不过 你挡得住吗 什么 我稍微能靠谱一下 我没想到 她的胸位竟然是漫步超凡 多谢刘师兄出手 刘师兄的实力 堪称同辈中无敌 回头 我一定让我爹给刘师兄 安排一个直视的位置 到时候 太中修炼资源 刘师兄随意挑选 定能让师兄 修为更近一步 黄师弟 客气了 多谢刘师兄出手 刘师兄的实力 堪称同辈中无敌 回头 我一定让我爹给刘师兄 安排一个直视的位置 到时候 派中修炼资源 刘师兄随意挑选 定能让师兄 修为更近一步 黄师弟 客气了 你们两只小妮子 刚才我好言相劝不听 非要自找苦吃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地盘 来了飞扬仙门 这里都是我说了算 明白吗 接下来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绝望 呸 你算什么东西 后悔当初不应该 只是把你丢下飞船 应该把你这种人 给碎尸万段 有本事 敏尔姑奶奶 领了了 你还给我在这玩倔强 这美人呸子 看着挺温柔一个人 嘴巴就这么多 看来 得好好调教一番了 我最喜欢制服 像你这样的女人了 接下来 可要让爷好好尽兴才行啊 让你感受一下 我的手段 畜生 放开初人姐 别急嘛 小美人 等我解决了她 很快就轮到你了 放心 你们俩我都得好好招待 招待一番 我要折磨得 你们不要不要的 直至你们服软为止 现在听话吗 服不服 你现在立马认个错 服个软 在伺候的本公子 高高兴兴的 本公子可以考虑考虑 放过你 这个机会 可不要错过 无数 你这种诸葛不如的东西 你认为我怕你吗 你这种畜生 莫要认为你现在就吃定我了 姑奶奶如若说半只软话 我跟你心 既然你这么不是好歹 就别怪我 接下来 就继续折磨到你服软为止 先从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开始 弄花你的脸 我看你以后怎么见人 哪来的飞剑 谁 别躲躲藏藏的 给老子滚出来 清平 少总主 你们没事吧 抱歉 我们来晚了一步 接下来就这给我们吧 你们好好养伤 还好 并无大碍 只是 此人实力非同一般 我和清平连手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可千万当心才是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你们两个废物 来得正好 也省得老子一个个的单独去找你们 今儿个 把你们一网打尽 就凭你 你不要笑掉了我的大牙 那你就试试看 究竟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退后 我还对付他们 真是个大人不残的家 上 干准他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 几下就被秒了 这是一群废物 不 不对 这家伙 只不过区区一个地铁地子 居然还会如此可怕的见法 不管你们背后是否有大择物撑腰 但凡是欺辱路掌门的枕 其日 你将为你们的所作所为 而付出代价 我们俩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臭小子 事到如今还如此大言不惭 一刀刘师兄不存在吗 刘师兄 此人太目中无人了 不把你当回事啊 他只是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啊 这你还能容得了他们如此撒眼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还请刘师兄 嫁了他们 你这黄口小儿 还真是大言不惭 而等刚入门 不过是飞扬仙门最低等的九等弟子 我乃飞扬仙门六等弟子 我就连所席的功法都比你的高竟 你的功法比我低等 身份比我低等 你哪来的勇气说不让我们活着离开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 你话太多了 不明白吗 我全没察觉到 可恶 什么 赶紧跑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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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人好恐怖 竟然一剑斩锁了我父亲 给我的护体扶转 快给我等着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 怎么办 黄继的父亲黄刚 是飞扬仙门的十拳大长老 不好办啊 怒掌门让我们再次等待 我们便再次等待 有人来找麻烦 咋了必识 宗主 怎么样 安排你们去查的人 查到了 是的 宗主 在东南之域 谋害两位公子的人查到了 帮助白家灭掉蓝家 谋害宗门长老的人 也查到了 把画像呈上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藐视我汉海宗宗威 就是此人 帮助白家 干掉了蓝家 怎么会是他 怎么 长老怎会认得此人 宗主 说来话长 当时在路上 遇到这个人 一身奇异的大本事 因为飞扬仙门之事 咱多一个帮手的话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便邀请他出任我们的客亲 与之交谈之下 终于答应了我们 怪不得他当时会和白梦珠在一起 要不要派人 蓝家的事情是小事 灭了就灭了吧 对我们的计划几乎没什么影响 至于这位客亲对汉海宗还有用 飞扬仙门 才是我们的重点 虽然对付飞扬仙门并不指望他 但听闻长老说的这番话 那看来还算是有些本事的 如果能成为助力也好 好 蓝家灭亡的事就此作罢 现在 让我看看是谁害了我两个儿子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这 磨磨蹭蹭地干嘛 赶紧打开画像 是 这 怎么还是他 怪不得他当初会这样说 唉 你们又何必执着 我不答应你们 是我真不适合加入汉海宗 你们会后悔的 宗主 我们好像被他当猴耍了 这个混账 灭了我两个儿子 本宗主还给他送灵国灵药 我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细刷 我非要亲手灭了他不可 我查 我现在就要知道此人身在何处 非要把他活刮了不可 飞扬仙门到了 这里人好多啊 没想到 居然有这么多人报名加入飞扬仙门 险 陆尘 白银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在白家待着吗 我们啊 灭了兰家和汉海宗的一位长老 父亲怕汉海宗的报复 让我来飞扬仙门避避风头 姐 话说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跟着陆尘来的 姐 陆尘去哪你去哪 你们俩该不会 你想熟了 你这孩子 才一段时间不见 怎么变得这么迁奏了 我问你 怎么这么多人要加入飞扬仙门 这好像和众生之门即将要出事有关 听说这一次众生之门会出现在飞扬仙门 我也不知道真假 这一则消息一出 就如一时期几千层浪一般 引来了很多人前来 这些人其中不乏一些大叫天骄 我们抓紧测试吧 现在要进入飞扬仙门 可是严格了许多 万丈神碑 赎金不足百米了 下一轮测试开始 该我们了 等等 你出去 这位师兄 我们是一起参加测试的 为何要让他出去啊 等我傻吗 看不出来这家伙毫无修为 师兄 我这位大哥很厉害 怎么可能没有修为啊 算说了 也没有说无修为就不能参加测试啊 你要真变 这里我说了算 我说不行就不行 滚 你 当我飞扬仙门 什么人都收吗 哼 现在的飞扬仙门 没有台西境的修为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测试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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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不能通常 除非你们愿意付出点什么 可恶 既然这样 我们不测试了 陆成 我们走 这飞扬仙门 不来也罢 不用 你们去测试 我要这什么眼看人低的家伙 待会自己跪着来道歉 看来此人 不仅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 而且还口出狂言 让我们跪着道歉 你是在做梦吗 没睡醒吧 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一个没有修为的人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哼 就是 居然还有如此狂妄的口气 你们尽管去测试啊 待会我都要看看 是谁跪着道歉 走吧 别跟这俩一般见识 这三人 竟然和负责考核的弟子起冲突 胆子看来不是一般的大 就不怕待会测试给他们下半子 就算过了 以后都避免不了穿小鞋 哎 猜猜看 他们能让这个混沌中 响几声 混沌中久想为尊 但那太难了 今天到现在为止 混沌中最多想了四象 还是天一教的一位圣女创造的 就她 我觉得顶多三生吧 三生我都觉得可能还多了 开始吧 三小的 还不错 最起码都可以进入复杨仙门成为精英弟子了 什么 这居然还在想 天呐 我耳朵没出问题吧 这太难以置信了 不行 没有想 鸡刺 我没听错吧 没想到她竟然让混沌中想了鸡刺 不可思议 鸡刺 这能让飞扬性门精进全力重点培养了 怎么可能 这小子 怎么能随随便便竟然混沌中想了鸡刺 这是几千年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了 姐 加油 你跟陆成去修行的这段时间 一定不比我差吧 只要我看看你的修行结果 搭我了 陆成 我厉害吧 混沌中七响 我都佩服我自己 我简直是个小天才 屁斑斑 来源赐给你的机缘远非如此 你如果能多消化一些 混沌中不止想七次 陆成陆成 我已经很努力了 白家仙祖白元的机缘高深目测 哪能这么快就能参悟得透的呀 恭喜师弟 恭喜师弟 勾合师弟啊 没想到啊 师弟竟然让混沌中想了七响 这种成绩 放在我们飞扬仙门 也算得上是百年难遇的奇才了 真是可起可赫 我可没那个资格 能成为你二位的师弟 师弟说笑了 刚才是我们两个师兄不对 师兄我不识宝 给师弟赔罪了 师弟心想混沌中乃少年天骄 从此以后 必会成为飞扬仙门核心弟子 师弟的将来 也会跟这清醒的混沌中一般 步步高升 必会一飞冲天 将来可别忘了我们这两个好师兄哦 对对对 师弟的因子 在宗门内定会一飞冲天 师弟 来来来来 一路上辛苦了吧 师兄这就介意你去见宗门长老 少拿开 别恶语奉承的 最讨厌你们这种事前事后的态度了 今儿个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 姐 我的天哪 这人是谁啊 怎么会有如此威势啊 这威势看来不是一般人哪 莫非又是哪位大叫天骄 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 一二三 九 这 我没听错吧 我刚才听到的好像是九响 我没数错吧 我是不是唤听了 你没数错 我也数了一下 确实是九响 太不可思议了 对了 我知道这人是谁了 谁 这位兄台难道知道此人 就是他没错了 此人就是 冥阳天外东南主义的大道天教 白家 白梦珠 九响 我的发 是九响 我的个亲娘了 飞扬县门 这是即将要出妖孽了呀 这也太变态了吧 是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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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亲娘了 飞扬县门 这是即将要出妖孽了呀 这也太变态了吧 师妹 不 师姐 恭喜师姐 真不愧是师姐 师姐 师姐 姐 你真厉害 姐 姐 姐 你真厉害 我就说 跟着陆尘修行 一定有大机缘 没想到你的实力 比我还要强 居然九响 太了不起了 姐 你可知道 这混沌中九响 据说从飞扬先门开派以来 就只有飞扬先帝做到过 白眼 我们现在能有这番修为 多亏了陆尘 是他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是他让你脱胎换骨 从天生无法修炼 到重获新生 他对我们白家的这份恩情 今生今世都无以回报 嗯 不好意思两位 刚才是我们俩 永远不识泰山 还请多多包涵 对对对 刚才是我们那什么眼看人低了 大家以后都是同门了 一个屋檐下将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希望两位是个师姐不要介意 啊 你们在说什么啊 谁和你是同门 我们有说过要加入飞扬先门了吗 堂堂飞扬先门乃是地统先门 没想到竟也如此做派 那这个门派 我们不入也罢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还能怎么办 要是上面的长老知道 我们把混沌中酒香的弟子气走了 还不发了我们的鼻 嗯 我们不是东西 是我们 那什么眼看人低了 求求两位 原谅我们吧 你求我没有什么用 这位才是我们的大哥 我们听大哥的 大哥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这位大哥 我们嘴见 我们给你下跪 盆里道歉 大哥 原谅我们吧 进去吧 这位是什么来历啊 为何混沌中七响和九响的绝食妖孽 都以他为尊 不知道 不过这位给我的感觉 不是来入门修行的 倒像是孤帝重游一般 沧海桑田 飞扬仙门 果然还是不复从前 我们去哪儿 找几个人 他们先我一步来了飞扬仙门 原来你这么孤傲的人 也有朋友 乌阳师兄 就是这几人 诛灭同门 已经犯了飞扬仙门的门规 实在罪无可赦 还请师兄出手 以证门规 这位师兄 且莫听他一人之言 我们好生安分 明明这是皇际 对我们图谋不归 当时情况是万不得已 我们才出手的 闭嘴 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一群刚入门的弟子 也配与我皇际师弟 互相争辩 实在是岂有此理 我现在以飞扬仙门首席弟子的身份 命令你们 跪下 投降 老老实实 给我皇际师弟 刻一百个相同 否则 就地斩了而等 毒阳是吧 我还以为你是个 能好好听人说话的人物呢 原来又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辣子鸡 斩了我的 有种就来呀 我怕你不成 很好 我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这么嘴硬的人了 既然你找虐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上 先把他们的腿给我打折 给他们吃点教训 让他们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你不这是仇灭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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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只一下就灭了三个 这还是入门弟子的实力吗 巫师兄 可千万要小心拿着劲这个家伙 他有一些厉害不是能轻易对付得了的 无妨 此人或许是使了什么卑劣的障眼法 才让他们几个大意了 这种手段还是骗不过我飞扬仙门首席的 在我眼里 这不过是三角猫功夫罢了 那么 就让我来对付他吧 小子 刀剑无眼 要是一不小心栽在我手里 可别怪我呀 可恶 没想到堂堂地统仙门的飞扬仙门 真倒是如此活色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只能打出去了 啊 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可能 我可是首席大弟子 怎么还不是一个入门弟子的对手 反了反了 你们竟然还敢反了吗 看来今天你们几个的小命 还非得留在这里不可了 抄灭 反了反了 你们竟然还敢反抗 看来今天你们几个的小命 还非得留在这里不可了 抄灭 什么 你 你 把风了 欧阳可是飞扬仙门的首席弟子 你们都敢斩 这下你们完了 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飞扬仙门不会放过你的 黄姬 接下来 该轮到你了 你只能猥琐小人 在你犯犯我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了 拿命来吧 使用武来栽下他的项上人头 快来人哪 有人造反 表现没有人造反 来人啊 爹 救命啊 帝ane 滚贼 休的放自 还不数少就勤 速速给乌儿道歉 另前刻达上一百个响头 忽然 定要让 engineer 不得付出残忠的代价 就不你灭掉我飞扬仙门 神习大弟子这条罪过 灭上你十次都不够 爹 这些人不仅欺负女儿子 他们居然胆大包天 竟然斩了首席师兄 快拿下他们 飞扬仙门弟子听令 叔叔拿下重贼子 怎么 不行刚才不是很拽很嚣张吗 不是要娶我像这人头吗 来呀 刚才那股子 把我灭掉 世不为人的劲 哪去了 当然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自不量力 不行 他们人太多了 我们几个今天 恐怕凶多几少 这就完了 好久没这么痛苦了 突然一个就转一个 林辽 我还得拉几个垫背的 不愧 事到如今 有路可走 站 大家都没事吧 喂 清平和剑十三呢 我俩都没事 大家坚持住 小子 看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拿命来 别挣扎了两位小美人 接下来 可有好戏看了 大家先等一下 听我说 这家伙的剑很厉害 几乎都是一招之内 就有很多人 灭丧此人之手 我提议 先灭掉此人 我来 这不信此人的身手 还真如那般神乎其身 可恶 竟然又灭我一元门派弟子 数字 还敢成绣 赶快速速投降 老夫还可以从轻出发 如若再不听劝 休要怪老夫 没有你好果子吃 你上了 你见他 小子 拿命来 这是 露晨 怎么了 剑修的气息 就在前方不远处 北洋仙门有逆贼 速速前去支援 跑吧逆贼 别让他们跑了 过去看看 露晨 师兄 掌门 是你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小子 来得好啊 也省得我去找你了 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剑 飞扬仙门 做得好 你们做得可真好啊 这个狂妄之徒 就由我来拿下他 小子 看招 什么 瓦尔 瓦尔 没事吧 现在立刻替他们指声 好 瓦尔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一定要坚持住我 爹 我好难受 感觉五脏六腑都被绞碎了 好疼啊 你一定要替我狠狠地教训此人 可恶 你这混账东西 竟然一掌打掉了我而半条命 把你千刀万剐也难惜我心中怒火 其实 我非要让你付出残痛的代价不可 来人 我灭了他 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飞扬仙门 上啊 神通 自裁 神通 自裁 怎么回事 神天 不天使唤了 我的武器怎么攻击我自己 救命 救命啊 怎么回事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仅仅只言瞥语就可以操纵他人自裁 此次真是可怕一段的手段 可 Samsung 我都能感觉到后边那股子mondish谷含义 我们究竟是在跟什么样的怪物交双 干伤我的人 你们统统自裁吧 诚狂 小小这丝 简直是大言不惭 你们莫要惊话 莫要被他的妖术给蒙蔽了 他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小子 你当飞扬仙门是什么地方 竟敢说出这种狂妄的话 这里岂能容得了你一毛头小子来撒野 极致 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 让你知道知道 在我飞扬仙门狂妄的人 想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由老父亲自出马 阿明来 是吗 这是 是 抱歉 我弄完了 难道父亲出名都无法教训这个狂妒吗 太棒了 真不愧是掌门 掌门为我霸气 这一下简直太帅了有没有 疼疼疼 明明受那么重的伤 还那么激动干嘛 小命丢了 我可不管 没想到你既有这般能耐 绝能伤我至此 这种神通手段 老父从未见到过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 老实交代吧 我到底是什么人 是啊 时隔那么久 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现在 是斩你的人 小北你敢 我劝你不要这么狂妄 这里乃是地统仙门的飞扬仙门 岂是你等撒野的 不管你是谁 哪怕你是跳龙 也得给我盘着 哼 这世间还没有我不敢干的事情 说了传言 那自然是说到做到 小子 大胆 你这炸了飞扬仙门 找老家后有什么好过吗 飞扬仙门的怒火你承受不起 好 是吗 那你看好了 住手 究竟是什么人 单看在我飞扬仙门放肆 简直太目中无人了 但我飞扬仙门的内门和长老 都是好欺负的吧 长白 长白你来得正好 此次一行忍住我飞扬仙门 还灭了我们一众弟子 就连听交弟子 也难逃这一行人毒手 还请掌门替我们找回公道 小子 飞扬仙门掌门亲至 还不速速受降 我劝你不要不是好歹 最好乖乖放了我 也许 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不然 你们所有人 都不可能活着离开 闪 不 掌门救命 大胆贼子 你敢 还不速速给我住手 什么 父亲 被人斩 斩了 可恶的小子 在本掌门境前 胆敢当众灭我飞扬仙门金牌长老 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 务必灭你三魂七魄 让你永世父的超生 交代 可以 我是一个奖礼的人 你既然想要交代 那我今天就先给你一个交代 事情的起因 都是这个皇忌 一路来对我们突破不轨 企图用卑劣的手段轻薄于我们 我们求助无门 只能奋力发起反抗 而皇冈 包括你们飞扬仙门上下 不但无人为我们主持公道 这也就办了 既然还因为我们是刚入门的弟子 就要在我们面前树立威人 联合起来欺压我们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没错 事情发展到现在 都是你们飞扬仙门逼的 这个交代 你们可满意 当然 如果这个交代你们不满意的话 那我还有另一种特殊的交代 这个交代 你们可满意 当然 如果这个交代你们不满意的话 那我还有另一种特殊的交代 你小辈不就是垂涎这几位姑娘的美色而已 自古以来英雄偷爱美人 这有什么错 我飞扬仙门将来各个都是当世英雄豪杰之人物 这有什么奇怪的 只是为了这个 你就要在飞扬仙门打开图界 简直是大逆不道 一马归一马 黄祭飞扬仙门自会惩处 但儿等所作所为 亦不可饶恕 哼 由此看来 飞扬仙门没落至此 皆因由你们这群渣仔蛀虫在残食 飞扬仙帝的脸 都快让你们丢尽了 住口 你这无理之徒 听看知乎我飞扬仙门开派祖师 你算老几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当年飞扬仙帝本着除魔未到 维护世间正义 所辛辛苦苦创立的飞扬仙门 多年所积累下来的口碑 怕不是要毁在你们手里 跟你们这些蛀虫 也没必要多说什么了 怕了 今日 我就为飞扬仙门 肃清你们这些垃圾 混账 事到如今还敢大言不惭 肃清我们 你算什么东西 还有资格说这种话 我现在是毙了你 天哪 快看 那是副掌门的金刚掌 听说副掌门的金刚掌 另到了出身入化的地步 其威力更是巨大无比 据说 一掌可以攀随一座小山 仅日一剑 恐怕锁船飞墟啊 这可恶的混账 竟敢灭活父亲 现在就是你们的末日 此仇不报 不飞扬仙门以后还在东南主义 怎么混下去 副掌门定会把你给算手换断 等着吧 啥情况 这 我该不会是 看花眼了吧 你没看花眼 的确是副掌门 被人一招就给打趴下了 什么 怎么可能有这段时间发生 这不可能 可不 怎么会这样 这个臭小子 能力怎么这么强 看着明明入不清风的样子 现在有何话说 你一只臭虫对我来说又有何难 说逼了你就逼了你 你敢 迎接你的 将会是飞扬仙门的乌鲸怒火 废话真多 灭 放肆 你这狂妄小儿 还不速速住手 什么 你竟敢 敢了 简直是烦了 竟然让我派受如此屈辱 弧灭此子 飞扬仙门今后何以立足 在世间何以梳理威信 飞扬仙门诸位长老何在 在 就凭你们几个 废物就是废物 不管来多少结果都一样 改变不了什么 可恶 事到如今还大运不惨 带着证啊 随我灭掉此狂徒 真是不自量力的一群家伙 既然如此 神通 无诸 这是什么情况 可我 我的身体 怎么兜不了了 我等神力乃仙门中出掌门以外几乎无敌 在他面前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看来此人实力并不是表面正买 这 这到底是什么法术 废话真多 就先从你斩起 不 掌门救我 你贼 当真以为没有人治得了你吗 来人 去请老祖 什么声音 这股气息 直冲天际 莫非是老祖出关了 一向不畏适适的老祖都出关了 看着贼死还怎么嚣张 请老祖的人还委屈 老祖便来了 莫非 莫非 她是感受到了此地发生的事情 老祖一出关 我看你还如何嚣张 我嚣张又如何 踏出他的关 我斩我的垃圾 你 这是 老祖来了 拜见老祖 老祖 我乃非杨仙门 当代掌门 请老祖出手灭 你的事等会儿再说 本座有吉时 老祖出关 不是来屠灭贼子的 老祖出关 不是来屠灭贼子的 我问你 令混沌中 七响和九响的两位天才合赞 什么 混沌中七响和九响过吗 掌门 刚才确实有两位考核的弟子 令混沌中七响和九响了 你看看你们干的都叫什么事 这种事情你们怎么不早说 这可是头等大事 这关乎非杨仙门的新王 耽误了非杨仙门发展 这个责任你们这俩家伙负担得起吗 这 这件事情我们正要禀告掌门大 但谁知道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好了 别说了 看在你俩为仙门招生尽职尽责的份上 这件事情就既往不咎 下次长点心吧 哎 本掌门为了非杨仙门 为了你们这些琐事 可真是偷碎了心啊 现在 最重要的事情 是找到那两位混沌中七响跟九响的天骄弟子 快告诉老祖和本掌门 那两位天骄弟子在哪里 这个 这个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俩是想闹哪呀 说话 知之无无干什么 就是他们俩 就让那个九响 站白头发后面这个七响 什么 你说 灵魂盾中七响和九响的绝世天才 是这群逆贼中的两人 千百眼来的不是天骄 被你们这群二货现在给弄成了逆贼 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看不清麻烦去佩服眼镜可以吗 没错 是我们七响所见 看得一清二楚 当时我们脑子都被叫得嗡嗡作响 我们至今都觉得难以置信 七响和九响都是飞扬仙门不是初的人物 你管如此天骄叫逆贼 哪怕是当年的飞扬仙帝也不过如此 这个九响弟子万一是下一个飞扬仙帝呢 那就可以带领飞扬仙门走向鼎盛之路 乃至超越之前的所有人 你们到底干了啥 把人家当成了逆贼 这 老祖 事情是这样的 罢了 两位小娃娃 你们都是我飞扬仙门未来最核心的弟子 过来吧 此事以后我就该不追究了 飞扬仙门在我印象里 本是天脉东南主义之中 威望甚高的地统仙门 可如今我看到的 却是你们世事欺压弱小 如此做派 实在是令我大失所望 抱歉 我现在并不想成为飞扬仙门的弟子 就是 测试的时候 甚至是看到没有修为的人 就让滚出去 不说别人 我是最厌恶这种做派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想入你们飞扬仙门 放肆 老祖给你们面子 是看得起你们 我要不知进退 不然惹老祖不高兴了 给你们两巴掌 我先给你两巴掌 老祖 你 都怪你们这些废物 让两位天脚 对飞扬仙门生出怨恨之心 不解决此事 你这掌门别当了 是是是 此事我一定好好处理 请老祖放心 每根结底都是你这个家伙 惹出来的祸事 请问 我已经知晓了这件事情 所有的来龙去脉 发现一切的端倪 皆因此此而起 这样吧 我也不互端 我直接把此此交给你们 要打要罚 或者直接灭了此此 任凭你们处置 如何 不要 我们听路程的 亲戚是处理了这个苍蝇还不够 飞扬仙门是坏子跟上 今日我要拔除坏根 两位小娃娃 你们俩一个让混沌中七响 一个让混沌中九响 虽说是千百年来难遇的天骄 但也不是你们用来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里是飞扬仙门 本座如今拉下脸面来给你们这个面子 你们要接着 你们不接着 就是不给老祖我面子 报告很严重 老东仙 你别在这里以老卖老 你的面子算个球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他刚才在骂老祖 这不得人啊 不到的 飞扬仙门老祖不可辱 这家伙竟然如此狂妄 我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辈 很好 就接着狂吧 老祖你都敢骂 这是把自己往地狱里送啊 我腻歪了的人 年年有 青年特别多 这狂妄之徒 接下来 你就等着迎接老祖的怒火吧